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描学Ruby 依照惯例,我们来看一下大纲 今天我们需要学习的内容 在前几讲的课程中 我们学习了类,自定义类,还有扩充类的一些相关知识 在上一讲中,我们还复习了一下扩充类 学习了一下模块的相关知识 了解了一下什么是模块 哪些东西是模块 模块有什么用,怎么去用它 然后在本节内容中,我们会着重去讲 自定义模块,怎么样去自定义一个简单的模块 我们来看一下本节我们所学习的知识要连 回顾模块,既然提到是回顾模块 那我们来先回忆一下,什么是模块 模块,我们讲过,它是一个特殊的集合 它并不包含有类的特征 比方说当时我们举了个例子,同学们还是否记得是什么类子 对,这是一个叫Mass的模块 Mass 这个模块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它不能够实力化 它没有六方法 它不能得到一个实力 对不对,它不能得到一个实力 第二,它可以调用长量 可以调用长量,得到3.141596 什么什么什么 好,第三,它可以调用一个方法 或者说一个函数 当时我们就举了这样三个例子 帮助同学们来了解一下模块 好,现在从形状上来讲 或者说从运用上来讲 我们了解到了 模块是什么 就像怎么说呢 没吃过猪肉 咱先见过猪跑了 猪是怎么跑的 模块是怎么跑的 我了解了 好,现在我先来带着同学们来看第二点 怎么样去模仿一个Mass模块 怎么去写出一个简单的模块 回到桌面 新建一个文件 就叫module.rb吧 同学们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叫module 我记得有些同学以前的时候会这样读 module 不对 module是 这个是module 而这个是module module do or do 同学们注意一下 在这里我还特别把音标标出来了一下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希望同学们不要读错了这个单词 模块 or do 好,我们继续使用的代码 和他做一个比较嘛 所以名字有点不一样 好,有开则有b 所以就该写我们的nd 那接下来我们该写什么呢 我们现在回忆一下 回忆一下我们的知识要点 首先 这一个模块叫math 好 我们的模块叫mathematics 这个目标达成了 其次 这个math 它有一个值叫pi 好 我们也写一个值 叫它pi 而且也是3.1415 好 后面就不写了 然后math 然后math有一个函数叫square 那我们也写一个函数 叫这个名字 当然这一个函数的具体运算 我们就不去写了 所以我们就掉math的这一个函数 就可以了 好像跟着要点写着写着 我们就把这样一个模块写完了 那好 运行我们的终端 到终端里面去跑一跑 看一看 我们离这个目标到底还有多远 再用我们写的mathematics 内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pi 可不可以调用 可以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 我们看一下方法可不可以调用 哎 报错了 这里怎么会报错呢 有同学肯定会说 老师你是不是用错符号了 不是两个冒号 应该是个点 我们要试一下点吧 也是一样的错了 那这就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看一下 常量方法 在类的那一节中 或者说那几节中 我们所讲过的方法 它分为什么 实力方法和类方法 那这样一个方法 它是一个实力方法 它没有self点 那模块它是不能实力化的 所以这样一个方法 它是无法调用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该加一个self点 就可以了 我们再次在终端里面去测试一下 导入我们新写的文件 然后调用一下pi 可以运行 再调用一下开方 也是可以运行的 所以说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 只有加了self点的类方法 才是可以在module里面 就会直接调用的 但是这就代表着实力方法 在module里面是不能调用的吗 不是这样的 我们先写这样一个叫hello的实力方法 放在模块里面 接下来就是模块的一个非常神奇的特性 我们在后面会专门有一节来讲这个特性 这个特性叫做mix in mix in 好 现在我们来重写一下 之前我们选个student类 好 我就复制粘贴了 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 这样一个student类 我们需要把上面模块的一些方法 或者说能力 附给student 我们可以靠一个叫include的方式 附给它 include mathematics 那么这个student类就包含了mathematics的一些能力 好 我们进中端里面去看一下 它有了哪些能力 一样的 退出中端 重新导入我们的文件 然后就要用student类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student类 它并没有什么多余的方法 然后我们先初始画一个吧 只需要复制学号 因为我们也只写了学号 就让a来等于它 好 a已经捕捉了这样一个实例 然后a来调用一下 hello方法 嗯 交用了 hello 也就是说我们靠include一个模块的方式 可以获得它的实例方法 模块的意义也正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 它让一些富有意义的方法和变量 长量合在一起打包成一个集合 谁需要它 就导入它 混合进这个类中 所以说我们称为mix in 但模块不仅能把实例方法 混入一个类中 模块还可以把方法混入模块 模块混模块 模块混类 类中再有模块 有一种 鱼公一三 子子顺顺 无从敬也的感觉 不过没关系 如果还不是很明白 我们会在以后的mix in 这一节中 专门去讲这一点 而现在只需要大家能够简单的定义一个模块就好了 好本节内容就到此为止了 作业就是我们在本节课中的示例代码 同学们下课后再去敲一遍就好了 这是作业非常简单 好谢谢大家收看